在這一節的課程中 我們要來介紹整個Drupal系統的備份跟還原 到目前為止 你應該已經了解到Drupal系統本身分為兩個部分 一部分是檔案 一部分是資料庫 所以如果我們要處理備份與還原的問題的話 關於檔案目錄跟資料庫 這兩個地方 我們都要進行備份以及進行還原 關於檔案目錄的備份 這個我就不再說明 你可以利用相關的壓縮工具 或者是備份工具 將他們備份起來 在這個地方 我主要來介紹的是關於資料庫的備份 如果你使用的是我們在課程中所介紹的Temp 或者是AquiaTemp 這兩套AMP工具的情況下 那麼他們都附帶有一個PHPMyAdmin的工具 透過PHPMyAdmin這份工具 我們可以進行資料庫的備份跟還原 OK 現在我們就先來到PHPMyAdmin這套工具 我們開啟一個新的分頁 接下來來到我們Temp的主網頁 它的主網頁就放在localhost這個網址底下 我們在前面介紹過 關於Temp這套工具 它本身在PHPMyAdmin 這筆的MySQL資料庫的管理 最高權限是root 然後密碼是沒有 如果你使用的是其他的工具 請你待會輸入你的最高權限的帳號 跟它對應的密碼 好 點按PHPMyAdmin 接下來輸入你最高權限的帳號跟密碼 接著按執行 現在我們來到了PHPMyAdmin的首頁 在首頁這邊 左區這裡有相關的資料庫 我們的網站它的資料庫 就是這一個 MyDrupal 7 目前在裡頭有112個檔案 來到了PHPMyAdmin的首頁之後 接下來我們點按輸出這個頁簽 再來我們選擇MyDrupal 7 這個是我們網站的資料庫 選擇它了以後 注意一下 在下方這個地方 我們應該勾選的是Sequel 然後在右區還有相關的選項要設定 這裡我會建議的是 把資料庫名稱的Drop把它加進來 這個意思就是說 在這一份備份的程序裡頭 它在一開始的時候 會先DropDatabase 也就是說 當你利用這一份備份檔案 要進行還原的時候 它首先會把MyDrupal 7 這個資料庫 整個把它丟掉 然後再開始 程序裡頭的還原動作 假如你沒有增加這個敘述 那麼在後面還原的時候 它會發現已經有MyDrupal 7 這個資料庫存在了 因此整個執行動作就會停止 因為它碰到已經有一個現存的資料庫存在 所以呢 在我們這一份備份檔裡頭 請你記得勾選 增加DropDatabase這個敘述進來 再來呢 我們在結構的部分呢 增加一個如果不存在檔案的話 要怎麼做 以及增加Autoincrement的數值 以及增加在資料表跟欄位裡頭 使用的引號 再往下 相關的資料這一區呢 我們使用完整的新增指令 以及展延的新增模式 再來是下載儲存這一區 下載儲存這一區呢 你甚至可以指定輸出的檔案呢 必須是一個壓縮檔 壓縮的方式有三種 有Zip的跟GZip跟VZip 不過有時候 如果你使用壓縮檔 壓縮這個備份檔案 下載下來以後 在你還原的時候呢 他可能不認識備份檔 如果在還原的過程中 他不認識備份檔的情況下 其實也沒有關係 你只要自己先進行解壓縮就可以了 上面的設定做好以後呢 接下來按執行 這個可能要花一點時間 OK 現在呢 這個檔案已經完成了 因為目前我們沒有壓縮 所以他現在給我們的一個檔案 暫時檔名叫做 localhost.sequel 接下來我們把它儲存下來 按確定 下載完成之後 來看一下我們的檔案總管 再來到我們下載的位置 然後以日期來排序一下 OK 現在可以看到localhost 已經被我們下載下來了 這個名稱可能不是很好 我們可以考慮幫他做一下改名 把他的名字叫做 MyDruple7 然後呢 幫他編上一個日期 OK 我們再回到PHPMyAdmin的介面裡頭來 再回到最上面這邊 再回到首頁的地方 你直接點按localhost 這個地方就可以了 現在呢 我們有一個備份的資料庫 如果有一天 我們需要把它進行還原的時候 我們可以來到PHPMyAdmin 接下來來到 載入import這個頁簽 然後將我們備份的文字檔案的位置提供給他 來到我們的下載路徑 再來到 用字期排序一下 再來到 MyDruple7 這個備份下來的資料庫檔案 接下來按執行 這個可能要花一點時間 要稍微耐心等待一下 OK 目前他回饋給我們 載入成功 一共有313句語法已經執行了 接下來來看一下我們的MyDruple7 所有的資料都回來了 利用PHPMyAdmin 來進行資料的備份跟還原 有一點點的限制 第一個呢 是資料不能太大 如果資料太大的情況下 可能會在執行的時候 發生timeout的現象 如果你發生了timeout的現象 請你依據PHPMyAdmin的參考手冊 調整一下關於timeout相關參數的設定 假如你的資料庫非常的大 例如說大於30MB的情況下 那麼我會建議你改使用MySQL Dump 這一套工具 它比較適合處理大型的MySQL資料庫的備份跟還原 OK 以上我們這一節的說明就介紹到這邊 請進入下一節 我們來介紹網站的搬移跟刪除 記得按鐘再找一下 請按照囖 同時是在內節的我們 按照片 谢谢大家